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含力尔频道 我是Steven 我人现在呢 位在大家看后面啊 就知道我现在人位在首尔站 今天这集影片呢 我要带大家来逛逛首尔站 最主要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他们韩国的铁路便当 因为在台湾呢 我相信大家去搭台铁 其中一个最大的乐趣呢 就是去吃台铁在铁路那边限量翻售的 铁路排骨便当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带大家也去看一下 首尔他们的铁路呢 会不会跟台湾的台铁一样 有贩售什么比较特别的便当哦 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好那现在呢 我就带大家进到首尔站里面 来稍微看一下 不过其实我今天在拍这集 有稍微一点点害怕是因为 他们那个关爱教会啊 有那个确诊者逃掉 逃到首尔来了 所以照理说呢 首尔站这边也算是比较高稳的地区 所以我今天稍微口罩要带紧一点 进来之后其实人还蛮多的 因为今天算是 今天是周末 所以人潮还是会比平时的工作日子来得多一点点 我带大家稍微简单的逛一下 首尔车站呢 它是成一个扇形的建筑物 画面的左边呢 就是上车处 而右边呢 就是等待区 然后右边的后面有一整排也是卖吃的 那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到上车处 有什么便当还是有什么小吃可以买的 走到外面来给大家看呢 每个月台的上方呢 都是会有卖便当跟卖饮料的地方 然后下面呢 就会是上车的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首尔站应该已经算是首尔地区最大的一个车站了 不过有可能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啦 感觉他们发车的数量有稍微减少一点 然后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卖吃的地方呢 那我就从最右边第一家带大家慢慢看过去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Mindinabang 它这家呢在韩国也是蛮有名的 是很多连锁的 然后第二家看到它的名字是写 国马金白 紫菜包饭也算是他们火车便当买热门的啦 就是你直接买一盒之后可以直接坐在火车上面吃 不过它的口味好像还蛮少的 就是辣鱼板啊 香茄啊跟蔬菜的 然后旁边这家是卖面的 Noodle box 这个面还蛮特别的 跟美国的一样都是放在这种纸盒里面装 再过来呢就是卖锁把就是饭团啦 然后他还加卖一些便当 不过它的饭团的口味还蛮多的 一个是差不多3000到2500 下面的便当的话一个是7000块 不过妥味啊就跟外面面没有什么太大吃 然后旁边啊这个应该可以算是排王之光啦 老虎堂珍珠奶茶 没想到他们现在多偶尔站也有 然后旁边这一家呢也是卖便当 不过我觉得这家的便当看起来就稍微丰富度有出来 你看它这个是写size 它这个是炸猪排 桃花招这块的套餐 然后这个是牛肉饼 这个呢就是炸虾的套餐 它这家的便当感觉还蛮丰富的 而且价钱呢我觉得跟外面差不多啊 都是8500到9000块韩币左右 然后旁边这个也是便当 不过它是比较偏韩式的 看起来都还蛮丰盛的 不过它这种比较大的便当啊 就价钱会稍微比较贵的 只要1万块也就是差不多250块台币左右 不过看起来好诱人 这个我可能等一下可以来点给大家看 然后最后来到边边的三家呢 这一家是卖那种tobob 你看它有盖饭 然后辣炒年糕跟炒饭 主要好像都是辣炒年糕跟炒饭 比较简单的小吃 然后旁边这个呢它上面是写 MANDU 可以看到它这边主要就是以饺子为所 饺子也算是他们搭火车时还蛮热门会吃的东西 它口味也还算蛮多的 这旁边这一家就是主司 所有站卖的火车便当主要就是这一整排 这样的种类 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好像他们的生意不是很好 是因为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呢 它里面有乐天超市 有乐天outlet 还有乐天百货公司 还有一个full call 我带大家上去看一下好了 大家可能看完那个full call 就会理解为什么那边火车便当的生意会这么的奇惨 从刚刚那个上车的地方的另外一边 就会是这么大的一个热天outlet 然后呢它还附带了很多吃的 像Burger King 有KFC 还有一个full call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 从刚刚那个地方走进来 就会有一个这么大家的full call 然后它这边总共有14家店 我大概稍微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像11家是卖炸猪排 第10是卖面 然后第9家是卖韩食 孙之一几个啊等等 大家这样简单看一下 就会知道说 我怎么刚刚卖火车便当的那边 生意会很惨淡 所以它这个full call啊 很大 而且它的选择非常的多 不过今天这集主题嘛 就是我要带大家来看看 他们韩国的火车便当 所以呢我现在就回到刚刚那个地方 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可以点给大家看哦 我已经把那个在首尔站卖的火车便当 给买了两个回来 就在我的面前 那我买了就是 刚刚清中一个我说 它写着best 然后是海式的高华猪排 你看 里面有炸猪排 然后有辣炒猪肉 还有鸡块跟火腿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就买了一个 他们韩国人搭火车 我就非常喜欢买kimba 因为kimba非常的方便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狼狈 那刚刚有一家不是就在卖kimba 它卖三个口味 分别是蔬菜 腊鱼板 还有一个是 那个是什么啊 蔬菜 腊鱼板 啊那个changji我想起来了 那首先我先来试吃这个 kimba 这一盒是4500块韩币 会比外面稍微贵一点点 可是这份量还算满足的 可以看到有五大卷的kimba 然后那边有一点腌萝卜 跟一个酱油 我配这个酱油的寿司一起吃 开动咯 它那个寿司啊 里面是加了芥末 其实吃起来有点呛 然后它这里面这个鱼板啊 还蛮辣的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kimba 吃起来稍微稍嫌单调 它里面这个材料的味道 渴不起来 就鱼板是鱼板的味道 腌萝卜是腌萝卜的味道 然后那个饭呢就真的是 偏硬偏干 好像没有像在外面便利商店买的kimba 来的好吃 接下来试完那个kimba 我们就来试它这个便当 其实一开始我还蛮期待的 可是我刚刚点了之后发现它 它的便当并不是现做的 因为我看它是我点了之后 它就从那个冰箱里面就直接这样拉一盒 已经装好饭的这个便当盒出来 看到这个样子我就不敢对它这个便当抱了太大的期待 它的摆盘看起来是真的很漂亮 猪排还蛮多的 然后还有炸鸡块 还有一片火腿 还有一个这个黄色的 好像是他们的那个煎饼 周围呢都是蛋 然后中间呢有一点点肉 我先来试试它这个炸鸡块好了 嗯它中间的肉啊还有一点红啊 我觉得它炸的其实还算不错 要把鸡肉控制到中间有一点点微红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它这个放冷了 有冷掉一点点 可是吃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这个炸鸡块我是可以过关的 那接下来我来试吃它这个 蛋豪 这应该算是他们的那种 韩式煎饼吧 因为它就会把很多的材料 沾上蛋液下去炸 做成韩式煎饼 我觉得它这个跟那个有点像 不过它这个周围的蛋呢 比较厚 那我来试试看这个 嗯好特别的味道 它好像抹了一点青阳辣椒粉末进去 因为它吃起来 有点像我们吃那种红豆里面 那种软软绵绵 可是它的味道呢却是 青阳辣椒的味道 还蛮下饭的这个蛋 主要它旁边没有什么酱料 可是它这个蛋本身的咸度呢够 而且又那个青阳辣椒 比较带一点下饭的感觉 所以会想让你赶快 扒一口白饭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来试试旁边它这个 辣炒猪肉 它这辣炒猪肉 其实以第二组菜来算的话 它这个份量不少 而且炒的都还蛮漂亮的 感觉起来是蛮入味的 我来试试看哦 它那个辣炒猪肉啊 非常的下饭 吃一口辣炒猪肉 再扒一口白饭 还蛮享受的真的 然后最后呢 我就来吃它的主菜 发现它猪排给的还蛮多的 就我现在画面中有 12345 6块 份量算蛮多的 那我现在就来试试它这个主菜 嗯 它的主菜啊 稍微弱了一点点 外面的面衣有一点点太厚 所以吃起来 有点吃不到中间猪排的感觉 反正都是上下面衣的味道 就感觉有点像在单吃那个 面衣的感觉 好啦 我把刚刚这个火车便当给吃完了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可是对我来说 虽然说这个便当不难吃 可是总觉得8500块 好像可以到旁边那个 Outlet foodcon里面去吃些更丰盛 而且味道也不会输给它的餐点 那我也希望韩国的KTX公司啊 可以稍微 效仿台湾跟日本的铁道公司 因为台湾跟日本的铁道公司 不是都会推一些 铁道限定便当吗 我觉得如果他们也推一些 只有火车上面限定的便当 说不定会成为韩国国民 去搭火车的一种助力 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你在台湾搭火车的时候啊 有吃过什么哪些好吃的便当 如果下次我回台湾 说不定可以去拍给大家看哦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特辑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大体的 工程中 并非